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经纬点评 我是David 郑经纬 今天是星期天 但是因为乌克兰的局势发展得太快速了 那希望在今天的加班加点当中 能够带给大家最新的乌克兰资讯 那实际上现在来看 已经刚过了午夜乌克兰时间 那对于整个战况局势来说 现在也已经进入了第十天 回首这十天 给我的感觉 当然这个新闻是每天不断的 有很多新的资讯不断的出来 不断的出来 但是也不能否认 在这些资讯当中 真真假假是假假真真 那当然作为经纬点评来说 尤其是自己有那么长时间的 媒体工作的这个来说 我始终觉得有责任 真的说出真新闻 因为毕竟来讲 做媒体人还是要有职业道德 如果不能说真话 实际上是蒙蔽了我们所有的观众 因为以前来说 在对资讯 大家可能都比较 在国内 就这每一个国家自己的国内资讯 外国的资讯是进不来的 也很难取得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网络时代 你说你要看一下俄罗斯媒体 对于这一次的乌克兰事件报道 你是看不见的啦 除非你飞到俄罗斯 对不对 买一份俄罗斯报纸 否则太难了啦 但现在时代不一样了 那举例来说 大家我想可能前几天 我看了一则新闻 乍看之下 我当时 我同事跟我聊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都觉得说可能吗 他的意思是说 当时有一个叫做乌克兰之神 有些人形容 说是基辅之神 基辅之神 说是一个战斗机飞行员 一口气在30个钟头内 打下了6架俄罗斯的战机 中间有什么 苏35 苏25 苏27 米29 哇 那这个真的是神的不得了 还有照片 那当然呢 这个是谁发出来的呢 是这个 基本上是乌克兰安全局的 XGRADE网站上 发出来的 说我们这个 乌克兰的飞行员 非常的英勇 所以叫基辅之神 或叫基辅幽灵 那个 当然呢 这个我想很多朋友 实际上在社交网站上都看到了 因为据后来统计 到证实 到证实是假的 已经有快10亿人 10亿人看过这个资讯 全世界70多亿 大概七分之一的人 都看过这个新闻 都知道这件事 我相信金伟点评的 我们观众朋友 大概都知道这件事情 这个基辅幽灵 基辅之神 但现在平良性来说 以现在的 当然我们还没讲说 他开什么飞机 那如果要宣传一定是 美国做的战机 才那么厉害吗 才能把俄罗斯的飞机都打掉 这叫宣传战 这其实就是个宣传战 看到最后 那当然这个 我刚刚前面就讲 因为资讯的这个时代改变 很多受众 他不再是 就是说资讯来源 不再是只有 自己国内的媒体资讯来源 他实际上可以在网络世界上 看到全世界的东西 这第一点 第二呢 他看完之后 看看可以干嘛 转发 他又扮演了一个媒体人的角色 对不对 他譬如说我看到 哇 基辅之神 太厉害了 对不对 打下六架恶制战机 我快点把他转发出去 他又一次的散步 理论上 他又做了一个媒体的工作 原来不可能做这些事情 都是我们做媒体嘛 对不对 才能干这种事 但时代改变 就像我刚入行的时候 那个一进电视台的时候 因为在那个时代 差不多也快40年前 做电视是比较 不一样 因为那时候是时代的潮流 很很尖端的一种媒体 那跟当时的报社电台比起来 那不一样 开新闻发布会 就是电视台记者先提问 然后再轮到报纸 最后才是电台 所以那时候一直有一种说法 说什么报纸要完蛋了 电台也要完蛋了 但实际上都没有完蛋的情况之下 这个社交网站出来 这个三个媒体都完蛋了 所以有的时候小时候胖不是胖 小时候胖不是胖 当然自己做一辈子电视 我也不断的在跨新媒体 不断的希望透过像YouTube这种平台 能够去做更多的资讯 来服务大家 好了 那就要讲到我们基辅之神 到底是何许人也 结果查了半天 是个虚构的 根本没这个人 然后画面是哪来的 游戏 打那个空战游戏里面的画面 当然当时效果有没有 非常有 乌克兰人多振奋 你看我们开战的第一天 我们的战空战英雄 就干掉六架二次战机 所以昨天俄罗斯杜马 通过一个法案 就说散布任何假新闻 视为犯罪 对不对 就是因为现在这种铺天盖地的新闻太多 更不要说还有上次蛇岛前两天 对不对 那这个哲联斯基讲到蛇岛 那13名 这个乌克兰的战士 坚守黑海上面 那个蛇岛其实不大 在黑海的边缘上 那一直以来是这个 俄乌之间的一个有争议的岛屿 当时现在一在乌克兰手上 后来现在已经变俄罗斯 听说呢 那个据这个乌方开新闻发布会 哲联斯基出来说 这13个英勇的战士 最后说出来的是俄罗斯军舰 对不对 那个就不要念了 那个要消音一下 那就很壮烈啊 然后就啊 弹尽缘绝 与岛共存亡啊 这样就打光了 13个都阵亡了哦 哇那当时讲的恶泪盈眶啊 那真的是啊 这13个人真的不容易啊 那也就凸显出乌克兰人啊 报家卫国的决心 好 但俄罗斯也觉得很冤啊 因为理论上呢 俄罗斯去那个岛上的时候啊 那个岛上有82个乌克兰军人啊 那经过喊话之后呢 这82个都投降了 那投降之后呢 俄罗斯说好 我们呢 也不把你视为战犯了 因为这个毕竟只是一个军事行动 那我们这里有一份文件 你就签 签什么呢 签以后啊 我不会再去拿枪对付俄罗斯军人 就够了哦 你只要给我写个切解保证书 说我现在就回家了 我不打仗了 对不对 我不再拿武器对付俄罗斯军人 你签你就回家 那82个人都签了 都回家了 好吧 所以经过这些天之后呢 新闻又急转直下 跟那个基辅之神一样啊 那蛇岛的十三 那个奋勇捐躯的英雄呢 又突然之间呢 都活了 所以这个 这个现在这种资讯战啊 真的是铺天盖地啊 新闻是真假难分 但我们在很多朋友 大家都是住在西方社会 加上西方社会的媒体资讯呢 是比较发达了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新闻的传播上就出现了 二手传播 三手传播 四手传播 或者是未经证实 就传播了很多人啊 他本身可能不是专业的这个媒体工作者啊 那他只是 后来因为这个社交平台啦 自媒体的人很多很多啊 从事这个行业 我认识或所知道的 哇非常多啊 大家都有那种热情啊 非常好 但是呢 还是最重要就是任何新闻啊 要查证 未经证实的不能发布 因为做这辈子啊 做这行快大概一辈子啊 我常常看到铺天盖地的新闻非常多 但是我一定查证 我觉得查证是 作为一个媒体人的责任 实际上 我说真的 我坐在台前啊 这个做什么经纬点评啊 做新闻节目啊 虽然已经大概十 有十七年了 快十七年啊 但是我前面将近有十八年的 做记者的这个历练 我觉得做记者的工作就是查证 到现场 查证 一定要到现场 你去听两兆之间的说法 你才能够公正的报道 如果你人云亦云 那你跟那个 就是听来的 那种马路射消息不都一样 对不对 那你媒体就没有高度了 所以我们做还是要再三查证 好 那当然这个事情 所以前几天我在看到的时候 我觉得有点蹊跷 对不对 以现在的战机 一般来讲 你空战结束之后 那你下来啊 这个飞机都有的时候 还要补充弹药 加油料 飞行员要休息 他这样子不停的上下 可以打掉六架 那个是 理论上是说不通的 如果说 乌克兰所有的空军 打掉六架战机 大家一起打 还说得通 一个人 打六架 那其他飞行员是在吃什么干的 他们都坐在地上看 看空战吗 他们没上去吗 好了 所以当时我就觉得怪怪的 还有蛇岛这件事情 当时的新闻是乌方发 其他都没有 哇如何如何 当然也看得出来 这一次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的冲突 实际上现在在舆论场上 还是西方占了优势 因为到今天为止 西方媒体一直在这十天来 在定调恶乌冲突 是一场入侵 是普京 最后的什么 要发动这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谋 他的对象是西方什么 这个在有一点污名化 把这件事情中的 有点模糊焦点 那更重要西方媒体现在报道大量的是难民 关于禁飞区这件事情 西方都不太讲 泽连斯基在昨天还说 你们西方一定要设禁飞区 不然的话你们太无情了 太无情怎么样 那些西方都当没听到 西方媒体都不报道 什么叫禁飞区 对不对 我们上礼拜节目有讲 禁飞区对乌克兰 如果要守住乌克兰 禁飞区有多重要 但是如果有禁飞区 对整个俄罗斯跟西方的冲突 会变成什么样 对不对 这个就看得出来 大家避重就轻 而我说实在话 就两个字 伟善 伟善 你看那个布林肯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这两天跑到波兰 对不对 到波兰之后干嘛 慰问难民 对不对 多有高度那种道德 人道 关怀 什么 显示出那种西方 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在碰到战争难民时候 大家那种 对不对 而且现在欧盟啊 接纳这个乌克兰难民 大家就认啊 对不对 你要认多少 认多少 认多少 意大利呢 听说一口气 认了14% 然后他说 哎呀意大利真的有人道精神 那可不是啊 中间有条件的哦 因为欧盟是这样讲 你照比例认 我们有一笔 这个难民接贷款 对不对 你认的10% 那这个这个款子 就拨个10%给你 你接的越多 我给的越多 那刚好意大利想 他在欧盟当中 是乌克兰移民最多的地方 那这社区呢 很容易就接纳 他的负担很轻 但是呢 可以拿补助 多棒的一件事 对不对 但是说穿了 又是两个字 伪善嘛 对不对 你不了解的人 你会觉得说 哎呀意大利人太棒了 那么爱乌克兰人 对不对 动不动就接了14%的乌克兰难民 14%如果照现在120万 大概16 7万哦 哇就很大的数字啊 要吃喝拉撒 睡什么安排 那么多问题 哎那可不是啊 因为他们亲戚都在意大利啊 对不对 他投靠他亲戚去了 谁照顾他 他亲戚啊 那谁拿钱 政府啊 对不对 这是一件事 好 我就讲伪善 那更不要说 前两天 扎波罗热核电站 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啊 在西方媒体报道 说俄军呢 抢这个乌克兰最大的核电站 抢了之后呢 是要干嘛 就是要影响战局 控制什么什么 甚至核威胁都出来了 但如果啊 更客观一点 你去看看俄罗斯 说他为什么要去 这个占领这些核电站 因为平良心讲啊 扎波罗热啊 这个地方 如果从聂伯河来看啊 从地图 大家看一下地图啊 他像个舌头 他是个尖的啊 这边是乌东 这边呢 扎波罗热在这个舌尖的最前方 当年哦 二战的时候 巴巴罗莎行动结束之后啊 这个当时纳粹法西斯啊 就准备继续挥金啊 挥军啊 要去莫斯科 对不对 那曾经前两集讲过 就说 他们觉得还是先拿基辅 但拿基辅之前呢 一定要站到这个战略据点啊 就是扎波罗热 这个这个这个城市啊 要把它抢下来 为什么 从地图上看 他就是整个舌尖嘛 在这个在地理位置上 他非常重要 他二手涅薄河 不管你从黑海上来 或从上面基辅下来 这是一个战略要地啊 当年是水利发电 当然在苏联时代 就决定发展啊 核能发电之欧的 就也建在这个地方 那俄军这一次 他的理由是啊 实际上啊 大家很多人都忽略啊 这个是苏联时代啊 大概70年代啊 新建的核电站 那当时还有切尔诺贝利 在基辅的北方 那这边有扎波罗热啊 核电站 那总共有 总共在整个在俄罗斯啊 大概有21座啊 反应堆 但现在运作的只有15啊 有一些已经停机 好 那在这个上面啊 用的都是俄罗斯的反应堆 俄罗斯的燃料棒啊 在在运作 这是俄罗斯设计的嘛 好就做发电 但这些年呢 这些乌克兰的 就泽连斯基啊 他们跟美国啊 美国已经都生意嘛 要做生意 美国就跟乌克兰讲 你这个用的俄罗斯的这些反应堆啊 的燃料棒啊 将来由我西乌公司啊 来供应 美国西乌电器是 也算世界上最大的核反应堆制造商 很多西方国家用的都是西乌的反应堆哦 对不对 就如新啊什么都是用西乌的 好西乌就来推销生意啊 说以后你乌克兰要做核电站 都用我西乌的反应堆 燃料棒呢 不要再跟俄罗斯买 跟我买 好 但俄罗斯就比较担心 俄罗斯的核能专家就非常担心啊 说这个炉子的设计啊 跟美国的都不一样 对不对 是石墨冷却 当然呢 在这个当中呢 连那个燃料棒的规格啊 什么 装在什么样的那些金属容器里面 都不一样 长度啊 这些那个都有讲究的 我们就不多说 好 那现在西乌要兜这批生意 要用西乌的放到反应堆里 俄国的俄罗斯的核能专家就说 这个非常有可能啊 将来造成反应堆的失控 会出问题哦 会出问题啊 那就像 比如说你的车子是喝汽油的 对不对 你硬要加柴油 早晚要出问题 对不对 当然你还能 看起来还能勉强开 但开的开的就就坏掉了哈 所以呢 俄罗斯就非常担心这件事情 但是在去年哦 就在去年五月中 就签了这个意向 就开始要做了哦 乌克兰要给钱哦 美国西乌要包到这笔生意 那当然看起来这是一个商业合作 但不能否认 如果这些核电厂像扎波罗热反应堆 万一又出现像切尔诺贝利 谁倒霉 俄国啊 俄国就在旁边俄罗斯啊 对不对 乌克兰啊 俄罗斯都倒霉 美国西乌在哪 在大西洋的那边啊 干啥什么事啊 对不对 你核污染 哎呀 那 那 I'm sorry 对不对 就没了 那还能怎么办 污染那时候 几百年啊 那个核才会退掉 你看切尔诺贝利到现在 但切尔诺贝利是人为疏失了 什么时候反应堆失控 最后死磨爆炸什么什么 哎呀 那时候你记得那个新闻 在一九八几年代的时候 什么欧洲来的食物 大家都不敢吃啊 对不对 我记得那时候一听说 欧洲来的食物 大家都吓得要死 有没有核污染 就跟那个福岛一样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啊 那但是媒体报道 没讲 大家就说 只是啊 他们要控制核电 怎么样怎么样 他们要用什么 真的 所以啊 有的时候 媒体报道 真的是误导很多人啊 那当然我们有责任 好 那回过头来讲 还看到当时 有一则新闻 大家应该还记得 乌克兰驻联合国大使 在会场放了一段录音 用俄文讲 一个男生啊 一个男人的声音 一个士兵 俄国士兵 跟他妈说 他非常的害怕 这个战争太可怕了 他要回家 妈妈我怎么办啊 就是像 就让很多妈妈们啊 会感觉到说 你的孩子在哭的时候 你那种揪心 你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虽然你儿子那么大 代表国家去打仗 但是他打电话回来 跟你哭泣 求救 他的那种 那种困难 面临死亡 多么的那个 好 乌克兰大使发的 发什么 俄国士兵 跟妈妈求助的录音带 这个也有点有趣吧 对不对 乌克兰大使 发俄国士兵 对不对 还有很多新闻 各位看不到 我也觉得蛮有趣的 说两个俄国士兵呢 车子开到没有了 跑到这个乌克兰警察局 说你们有没有汽油啊 刚问完就被逮捕 还有人说 俄国士兵啊 厌战 感觉把自己的轮胎戳破 然后呢 在路边等 等到乌克兰军队来之后投降 然后所以说现在 乌克兰的军方报道是 已经击毙将近上万的 俄罗斯军人 所以逼了俄罗斯军方啊 一般不会这样讲 俄罗斯军方最后 没办法 出来说 我们现在阵亡四百多人 不到五百人 那这个一般都不会讲的 大家知道在战争的时候 最忌讳的就是什么 讲伤亡啊 都讲别人 对不对 只讲我们怎么胜利 又取得什么地方怎么样 二战的时候 在美国看电影 先看十分钟 最新战况报道 就是讲美军又挺进到哪 美军又占领哪个城市 人民站在街上欢迎美军 然后俘虏一大堆德军 美军在欧洲战场死多少人啊 太平洋战场死多少人啊 打一个岛是一万个美军没了 就阵亡掉了 画面上看不见的了 横尸遍野 对不对 埋在坑里的都不会给你看 怎么能看呢 看了还要打吗 对不对 但话也没错 但这野讲就是一种宣传 但是这一次 平良心讲 俄罗斯的宣传输了 在这整个冲突当中 乌克兰也不能否认 人家泽连斯基是会影视圈的 非常懂什么叫包装 那泽连斯基你看他拍的照片 在办公室里 日理万机啊 什么怎么这样那样啊 什么思考啊 我觉得那个就是像到影楼摆post一样嘛 对不对 摆post 谁在思考的时候会这样 你平常在办公室这样思考吗 少来了对不对 那就宣传照宣传照 但是感觉出来他很神勇 对不对 很多人跟他报告 然后呢 当然平良心讲 这个俄罗斯这方面就输了 没有赢过这个乌克兰 所以在这十天过去看得出来呢 除了在这个乌克兰的这片土地上 就冲突啊 持续非常激烈 但也看得出来呢 在整个资讯的时空中呢 也是不断的交战 但至少现在看得出来 西方在舆论战上领先了 不管西方领先 还是乌克兰领先 还是俄罗斯领先 最重要我们做受众 在这个时代资讯爆炸的时代 我们要慎选媒体 不好的媒体不要浪费时间 看多了就变误导 对不对 但是一定要看 不看的话会怎么样 比如说你跟朋友吃饭 朋友又给你讲 哎呀 那个乌克兰士兵啊 哭泣啊 跟他妈妈说啊 他要回家 还说那个舍倒的十三个 那个乌克兰士兵啊 最后说 对不对 那个不能讲啊 这什么这什么 对不对 有没有呢 如果你今天有看 正确的资讯报道 你只要这个说 还胡说八道 对不对 或者怎么样怎么样 你可以变 不然你就会 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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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最重要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有正确的资讯 好了 今天是星期天 大家轻松一下 一大早起来呢 我们把最新资讯带给大家 也希望呢 这件事情能够尽快的结束 但是美国今天也放话 说他们的杜鲁门号 已经开到爱琴海的北部 爱琴海的北部在哪里 博斯伯鲁斯海峡入口 但是依照现今的国际法 航母是不能进入黑海 但是航母起飞的战机 进入黑海 不在条约的限制 那第二呢 普京说了很重要的话 禁飞区如果设立 就似同对俄罗斯宣战 那任何人呢 制裁俄罗斯 也似同这个宣战 所以看得出来 现今的局势 真的是一日数变 我们也希望 战争早点结束吧 和平早点到来吧 祝各位周末愉快 欢迎各位呢 在下方留言表达您的观点 那这两天看到很多朋友的留言 有一个朋友说 他跟我两个来自不同的地方 但是我们有很多共识 那一段话让我很深受感动 当然也是我前进的动力 那现在呢 距离这个 这个100 还有一段距离 100楼 对不对 我们现在90几楼了嘛 继续加油 大家支持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不要客气 喜欢的话订阅 我们每天都有好节目 跟你分享哦 我们就明天空中再见了 拜拜